哈喽大家好,我是梅生 最近广州的气氛已经30多度了 在室内吹的空调还好 如果长时间在室外 普通棉梯不到10分钟 全部湿透 重磅的话更不敢想象 所以本期和大家分享树干衣 看一下树干的效果在炎炎夏日 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丝冰凉 树干衣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类 户外树干 阴动树干和异常树干 户外经常攀山越岭 徒步远逐 面对的场景会复杂很多 有时攀爬 有时涉水 有时下雨 有时降温 而且还限制到安全 因此这类型的树干衣要求就非常高 考虑的点也更多 除了树干 衣服的防湿裂性 耐磨性和温控性 尤其是温控性 也是重要的诉求 刚刚发生的甘树马拉松事件 和湿温有很大的关系 以及相比运动树干的使用场景就单一多了 只要保证在高强度运动中 卫生体提供足够的保护 以及舒适就OK了 我本人不户外 也不运动 所以对户外树干和运动树干 没发言权 我也相信 专业的户外爱好者 和意外运动的朋友 对品牌的树干产品 了如指掌 所以 今天我们视频的测评 重点是日常树干 我把这类树干理解为 代替棉梯 日常穿着 本次测评共分五大部分 在我身旁的这六件分别来自 安踏 李宁 迪卡农 凯乐石 探路者和 忧郁库 在把源的价位段 这是比较热门的六个品牌 安踏和李宁 偏向运动 迪卡农 凯乐石 探路者 偏向户外 而忧郁库 偏向休闲 本来不想把忧郁库放进来的 因为它都不是同一类型的 但是忧郁库的树干产品 年年都有 而且年年都热买 所以我也很好奇 它家的树干到底行不行 为了编辑区分 这六件衣服 我选了不同的颜色 先看第一和第二部分 第一款安踏 79元 衣服在款式上和普通推去 最大的不同就是 侧缝和肩缝 做了偏移处理 袖子后面是插肩袖 但前面肩缝从脖肩 引伸到袖口 并且前移了 看起来线条笔直 干练利落 因为肩线前后没有侧缝 肩部副重时 不会压到厚厚的锁边线 袖中加了反光条 增加夜间跑步的安全性 后领织带效果非常漂亮 但是有点太硬 以前舒适度 此外 礼拜做的印花 款式方面就这么多了 看看面料 这批衣服里面除了有衣裤 其他都非常轻薄 这款面料做了 若隐若现的细完颜效果 增加透气性 大12%的安伦效果 弹力强劲 官方把这种颜色叫做天目蓝 它不是亮色 也不是很沉闷 很显老的藏蓝色 我认为挺好看的 总的来看 面料呈现的品质感不错 长件衣服穿着去上班 不会觉得有意外 做工方面都是 很简单的款式 除了迪卡 农烈叉 其他都很好 做工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接下来由我自己来体验 在25度的室内环境下的 试穿效果 我身材不标准 但恰是最真实 这是Elma 17592A 衣服穿着是很修身 轻拔的面料 能够身体包裹得很轻盈 而且带有弹力效果 能满足身体的各种动作 而且衣服不会有太亮的化纤感 不会显得很廉价 这是穿着方面 尝现出来好的一面 但是差的方面更明显 首先穿着质感 轻腹感 明显不如出面 也没有带来宣传中的 冰湿两感效果 这是化纤面料的一贯特征 后面的所有款 几乎都是这样 其次这件衣服 甲底往下 没任何问题 但甲底往上 甲底内 领子内 当然我的脖子比较粗 肩膀勒 后背勒 整个伤半身到处都勒 极度不舒服 这是因为面料轻薄 指口多且厚 带来的刮畅感 其他款式同样的尺寸 完全没有这种勒的不适感 所以建议如果要买这款衣服 一定要买大一个码 总体而言 这款衣服在室内穿着 我认为面料很好 但穿着体验 仅这一个款而言 是极差的 再看第二款 领领也是79元 款式方面 侧边做了侧小片设计 胳膊位置的造型 它的接缝完全包住了整一个手臂 如果山头肌发达 这个部位会很好看 融质效果的质带也很精美 手工方面找不出问题 这款面料比安踏的裂厚一点 一般的实 但也属于轻薄 面料没在暗轮 因此没有很大的弹力 没有网眼效果 而且面料里长 还有轻微的勇感 因此舒爽感和透气性 我认为是不足的 看一下四川体验 这件事 Elma 17592A 尺寸比安踏的宽松 如果刚才的很修身 那么这件属于合体 尺寸明显比刚才的更大了 穿着地感前 比安踏的舒服多了 主要是刚才 到处累的那种感谢 明显没有了 但四川时间久了之后 全身会发热 前面热 后面热 袖子热 尤其是后背 说明透气真的不足 面料的体感以及品质 我认为是不如安踏的 画线的衣服在室内穿着 很多时候都是 刚穿的时候觉得不错 但是穿下去会觉得全身发热 这是透气的问题 这点不油眠 再看第三款 迪卡龙 79.9元 这款做了印花和拼接设计 衣服肩部 侧边 拼接了很舒服的 网眼部来增加透气 前面 侧边 和后面 也加了反光条 面料的触感 像很薄的油光纸 很薄很滑 但是容易皱 而且透底 这种水波纹的印花图案 显得杂乱 深色的很鲜老 长件衣服给人感觉很廉价 尤其是皱褶的效果 而且我感觉已经属于户外运动型的产品了 和纯粹的T恤伴得有点圆 做工方面是这六款里面 最差的 首先领字容易外翻 外翻后的领像卷起来一样 很影响美观 其次 衣服的接缝处 侧风带来明显的起皱 还有衣服的线头 粗糙的布边也比较多 让做工显得廉价 看下四川体验 这是Elma 180-100A 这衣服对我来说太小了 按理说这一个号行起寸应该更大 但它确实所有款式中起寸最小的 而且衣服带有明显的收腰效果 这款衣服穿起来 比安踏和李宁的裂透气 精进是裂透气 在其中望眼位置透气效果明显 质量感有那么丢丢 也只是丢丢 虽然这款式比安踏的更修身 但是衣服多处的拼接 拼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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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带来任何的不适 但是夹圈很小 穿着时夹底会勒不舒服 更关键的一点是面料很透 从外面看都是肉的颜色 同样这款衣服更建议买大一个码 如果肚子比较大像我这样不建议购买 它特别显肚子 而且面料也显得比较廉价 再看第四款凯乐石129元 这款足足比另外几款贵了40元 贵了一半 款式和普通机器完全一样 仅仅是多了几条装饰条 衣服刚收到的时候 我是有点瞧不上了 因为原色原因 所以它的化线感尤其明显 这种化线感很多时候 会被我认为是塑料感 廉价感 但是你看了一下发现 还挺不错的 它轻薄细腻 最关键是它的透气性很好 而且也清爽 但第一眼最像运动衫 它的面料摸起来没有迪卡龙的薄 但是涨件衣服的重量 却是最轻的 做工方面没问题 侧缝的做法 比较彰显品质 看一下四川体验 这是Elma 17596B 这一服一圈上身 明显比刚才三款都舒服 面料厚度和按它的感觉接近 但感觉更轻盈 但是各个位置的舒适度都不错 没有任何一处会勒 也没有任何不适 而且它是这几件衣服中 唯一一件有舒爽感的 总体穿着体验十分不错 看第五款 探路者89元 完完长长的T恤款 前准做了印花 但我觉得印花设计的挺差的 没设计感也不美观 面料表面的光泽感和李宁的有点类似 不过也薄了10% 而且也还有14%的暗轮 衣服挂起来感觉面料是往下掉的 它不像安踏的是带有一点骨感 这是软塌塌的 做工方面我认为OK 看一下四川体验 这是Elma 17596B 齐寸叫合体 裂肠 衣服穿在身上很轻薄 像一场薄纱批在身上一样 舒适度很好 但比凯乐是裂差 但是摸起来觉得完全没行 都感觉不到这件衣服 而且薄的有点有点黏肉 面料的虽减固执会有点快 同时每次向前摆地 甲底触都好像拉着衣服向前一样 因为面料比较薄而且有弹力 这点不是很明显 看最后一款优衣库就是九元 这款衣服它还挺特别的 首先它是统织的 没有侧缝 其次衣服上的亡眼效果 其他款都是拼接上去的 但是这一款是直接织上去的 这两点的好处是因为没有拼接缝 所以衣服里面没有织口 穿着不会有任何的刮唱感 这种刮唱感在平时的穿着中 不会太在意 但是在高热量的运动中 会让舒适性大打折够 长件衣服一共用了五种 五种一二三四五种不一样的织法 就算在毛衫中也极少见 前松的平纹避免漏点 袖子舒针提花保证伸缩性 下摆高针平纹提高稳定性 后背和甲底出网眼增加排汗 这些细节非常到位也很专业 因为面料的织法是旁松的 摸起来会感觉比另外五件都厚 但实际重量并没差别 最关键的一点 面料的手感它明明是满白级纤维 但是它摸起来却有绵的效果 面料蓬松是主要的原因 在四节效果上 长件衣服长相的效果像毛衫 而其他五件像T恤 而且衣服看起来也很显品质感 说五百元我也会相信 我感觉我有点把它吹上天了 实际上做这个视频之前 我倒是失望在树干领域 另外五个品牌能够碾压它 毕竟它不是干这个的 但是并没有 在没测试室外四川和洗涤树干效果前 我因为它是柔上的 做工方面保持了优衣库的高水准 看一下四川体验 这是L马175100A 穿上去第一感觉有点热 穿上去的感觉和毛衫是类似的 航向很松但很舒服 它不轻薄和刚才五件相比 它最后在同样修身的基础上 它也无法像另外五件一样 提供足够的压力以支撑来帮紧你的身体 但是它是唯一一件不带或劣带化现感的 这一切都告诉你 它不是一件运动体恤 而是一件休闲山 在室内体验部分 我们总结一下 衣服的穿着舒适度 更多是受款式影响 面料舒适度的差距很小 总体都不错 当然这种不错是相对于同类型化现面料而言 在室内穿着 我认为这类化现是不如纯棉的 尤其是长时间穿着下 纯棉的轻浮性完善 在这六个品牌里 安踏的面料挺好 但款式穿着舒适度差 里宁中规中矩 但透气性不足 穿久会发热 迪卡龙透气性列高 但做工差 衣服总体看起来比较廉价 凯乐时各方面都挺优秀 穿着舒适轻盈 但太像运动服 贪路者虽然轻薄舒适 但穿起来太像睡衣 而且易走行 由于裤品质感最强 室内穿着最优选择 但自娼性不足 我们看第三部分 室外穿着体验 现在是广州下午1点 室外温度40多摄氏度 我将穿着每件衣服 在室外来回奔走20分钟 体验一下树干体验 为了便利对比 我先穿棉梯体验一下 我在室外一共走了140分钟 搭后面太阳没那么猛烈 我是小跑的 说说感受 先看安踏 这件衣服在室外的第一感觉是 它比棉梯轻盈很多 让你感觉行走无压力 衣服没有良感 透气性一般 但身体出汗量达到一定时 我发现后背以及衣服的里程和外层的湿度是一样的 说明衣服的吸湿效果可以 并且也能排到衣服外面 但是穿着时的树干效果显然就跟不上了 因为肝脏慢 所以面料的湿度一直保持在饱和状态 它无法持续的再去吸收肌肤的汗水 因此也无法让肌肤保持干爽 甚至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在湿透的状态下 衣服和皮肤会粘在一起 有明显的粘力感 和棉梯是一样的 唯一区别就是它没棉梯那么重 以此同时 衣服松围以下部位 明显感觉到重了 走路时候衣服会有摇晃感 如果持续出汗 衣服束干完全跟不上 它比棉梯最大的优势是轻盈 以至停止出汗后的束干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网眼部的原因 当背对着太阳的时候 感觉太阳光是直射到 后背的皮肤上的 并要起不到任何的遮挡效果 总的来说 这件衣服在室外的表现 我认为非常一般 再来看李宁 它和安踏相似 但是透气性不如安踏 也毫无两感 出汗时我发现后背 和衣服的里层是很湿的 但是衣服的外层 却是比较干的 说明衣服吸了汗 但排出去外面的很少 汗水全挤压在里面 大家的粘力感更明显 但它在太阳的直射下 不会有安踏那种 结晒到肉的感觉 室外舒适度除了不会累 其他方面都无列差于安踏 接着看迪卡农 我原以为在室外 它的透气性 也能跟在室内一样 忧伤于安踏于里宁 但是并没有 可能是衣服太紧了 室外透气性很差 衣服出汗后全部粘着肉 刚才那两件出汗的粘肉感 就像一块湿布贴在皮肤上 但这一件的粘肉感 就像一张湿的保鲜膜贴在皮肤上 不舒服也就算了 但还特别透底 远看估计就像光着身子一样 但是这种水波纹烟花的好处是 只便是出了更多的汗 看起来也会很难被察觉 所以热得难受 粗汗难受 只要您既知道 迪卡农在室外的穿着效果 是我认为这么几件中最差的 再看凯勒时 这件衣服在室外穿着和室内是一样 有一丝丝两感 而且它非常轻薄 它的透气性我认为不错 也是所有款里面最好的 刚才三件穿久了 会觉得闷热 这件不会 同时衣服稀湿 以至排汗功能也有不错的表现 穿着时干得比另外几件更快 它轻薄很容易湿 也很容易干 连你感一致一样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因为颜色问题 衣服出汗很明显 如果穿这个颜色去上班 出汗就会很尴尬 所以这一款衣服除了出汗明显 其他方面我认为都比刚才三款 会好一个等式 接着看探路者 这款衣服的西式排汗和李宁的很相似 但是在湿透的情况下 它的透气性不如李宁 所以会觉得船身更加闷热 而且它比李宁更年幼 尤其是湿了之后 棉力感和棉肉感 介于李宁和迪卡龙之间 但是因为它的安伦弹性更好 所以这款衣服当你热了的时候 可以这样拉一下 人工取风 最后看优衣库 这款衣服从衣穿上就开始热 穿后更热 衣服这么多网眼透气性没问题 但就是热 像穿了厚衣服的那种热不是闷热 它的面料比较蓬松 即便身体已经出了很多汗 也要比较长时间才能排除到表面 而且面料的吸湿效力和效果很一般 室外穿一点都不舒服 吸湿排汗性能几乎没有 在室外穿着 它最大的优点有两处 一是它没有粘密感 即便出了很多汗 也不会觉得和衣服之间是粘粘的 这一点挺不错 第二 衣服多网眼效果 凉风吹来时 可以直接吹进衣服里面 效果明显 但同样 太阳也可以直接晒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应该是垂着风扇干活 这样舒爽感倍加 在室外体验部分 我们总结一下 除了优衣库 其他母舰的穿着效果都比较接近 也都差成原意 在树干衣最核心的四个指标 吸湿 排汗 树干 透气 它们没有任何一个在室外穿着时能够符合 相比之下 我认为凯乐时会明显更好 它们最大的问题是 排汗 以树干效果远远抵不过出汗 因此导致一系列的体感差的问题 以上家宣传的效果相差非常大 它们最大的特点是 不出汗时干得快 所以我认为它们并不适合高强度 持续的出汗场景 当出完汗时找个地方凉快一下 顺便把衣服晾干 这才是它们的定位 至于柔衣库 我认为它压根就不适合在阳光满烈的室外穿 它真的热 穿来上下班挤一下公交地铁比较适合 接着看第四部分 洗涤素干测试 我先唱了每件衣服的自重 然后洗完水干 唱了它们的自重 在25度的室内量40分钟和一个小时 再次测量衣服重量 通过脱水百分比可以看出 里宁的吸水量最大 但干得也最慢 其他五个没有大的区别 素干效果都不错 一个小时都可以完全干透 要知道这是在不透气 不通风的室内测试 如果在室外 我感觉不用十分钟都全部干透 所以在洗涤素干测试这个环节 除了里宁 其他效果我认为都不错 最后一部分 总结与推荐 通过三方面的四川体验以测试 我认为 以上六个品牌定义的素干衣 主要表现在衣服晾干的过程 在室内不出汗的场景 衣服舒适度不与无存棉 在室外持续出汗的场景 衣服无法通过有效的稀释排汗素干 让肌肤保持干爽 从而达到增长的室外舒适性 所以他们更适合偶尔出汗的场景 对比来看 凯乐时的各方面表现最好 但是价格也最高 同时也更像应用山 比卡龙表现糟糕 竟然不说 衣服尝现的效果比较廉价 其他三件不细微去观察 难以察觉大的区别 由于裤更适合上班通勤穿 它比较显品质感 以上就是我对这六个品牌素干一的理解 体验与测试 可能会随着体力环境变化 而列有偏差 素干一的核心是面料 所以以上每个品牌的体验 并不仅限于那一个款式 而是代表了涨一个品牌 同价位段的涨一个素干一的水准 最后附上推荐的品牌 大家购买时可以参考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以上评价 请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买卖决定 示范对你们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